我想在我成為立法委員之前 其實我跟很多的新竹市的年輕朋友一樣 我是一個理工人 我也是一位工程師 我有很多的朋友跟同學都在新竹 為了台灣的產業 為了自己的未來努力打拼 那因為科技產業屬性的關係 其實我經常在新竹 我從台大畢業之後 就常常到新竹的科技廠房內 做許多包含像是工業物聯網 大數據 還有像是一些我們在做數位轉型的工作 那其實一年多前開始 我也更加深入到了新竹的大街小巷 我看到了很多各行各業 百工百台 也包含說解決了很多在新竹市民 朋友們他們關心的大小問題 所以新竹市對於我來說 真的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座城市 過去的數十年我們可以看到 全球因為竹科而進步 新竹也因為竹科而改變 我們在高科技產業有一句話 就摩爾定律 每18個月就會成長一倍 而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新竹市 包含像是我們看到城隍廟 長河宮包含竹蓮寺 這些廟宇都靜靜的在地方上守護 我們超過了兩百年 所以傳統跟科技在這座城市交匯了數十年 我們也看到這一座城市 它不僅僅是大家為人所知的分秒必真的科技城 它同時更是一個值得大家細看品味的文化城 有很多的新竹人走出了竹蓮城之後 翱翔飛上了全世界 甚至走向高科技產業 也有更多的人來到了新竹市 在這一片土地上 他們落地扎根成長茁壯 不論先後到來的順序 他們紛紛都成為了新竹人 也和現在各位眼前的我高宏安一樣 我們都是新竹人 我自己看到的新竹市 在人口來說 40年來從24萬到45萬的成長 科學園區的年產值也突破了1.5兆元 新竹市的人口其實只有全國大概2% 但是新竹市的市民的納稅 卻占了全國的5% 將近5% 而新竹市的企業的銀索稅 也占了全國的8.3% 由此可見 我們看到勤懇向上努力做事 是新竹市民共同的堅持 所以我們一起到了新竹 希望為了更好的生活 在新竹打拼 當然我們也值得更好的新竹 新竹的孩子們值得更好的教育 新竹的青年人值得更好的住房 新竹的通勤通學族值得更好的交通和大眾運輸 新竹的長輩們也值得更好的社福與長照 更重要的是 每一個新竹人都值得更好的空氣環境水和公共建設 更不要忘了新竹市應該也要成為一座靜零碳排 永續發展的城市 我自己是科技背景 理工出身 所以我的特色就是我有數據的思維 也有比較務實的個性 所以我也最了解新竹如何打造成為智慧城市 還有產業和園區的需求 我也曾經在企業當過主管 也有科技創業的經驗 所以我也最知道如何以新竹市全體市民最大利益為優先 來運用我們有限的市政資源和預算 來創造最大的利益效益和產出 而中央在立法委員的這幾年的歷練 也讓我在這幾位候選人裡面 是相對最知道國家的政策跟財政紀律跟法案如何來運作 但是我也在這幾年看到了台灣政治種種的問題 包含說許多的議題公共議題 最後好像都變成了顏色或者意識形態之爭 也甚至的造成了許多社會能量的無形損耗 阿基米德有一句話 叫做Give me a place to stand on and I will move the earth 如果我是新竹市長 我會用我最獨特的包含產官學演繪句的經驗 用新竹市來當作台灣新政治的支點 讓台灣的政治還有新竹市的政治走向更加務實的每一天 也走出傳統兩大黨政治僵局的死胡同 我會用產業的執行力 還有比較科學的方式 來讓我們新竹市打造成為一個台灣稱現世界稱讚的新竹市 我也會讓新竹市民一起創造出一個讓新竹市 新竹市民新竹人 覺得我們更加美好 更加快樂 更加尊榮的新竹市 Be better be happier be prouder 那肯請大家多多支持支持我到年底的選戰 當選新竹市長 謝謝大家 謝謝 imped一既5000字幕 請不要再次推薦 讓我們等看一下 個元